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围巾是我专门给你买的 我给你戴上 不行不行 来 这条围巾是我专门给你买的 试试啦 我帮你 也不行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给它呢 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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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 你找翔子哥啊 他上班去了 没有 找你 你找我 找我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 有个朋友给我买了一条围巾 我心颜色太艳 我自己也用不着 想着还是给你用吧 那 那多不好意思啊 是女士款的 你朋友送给你的啊 是 送给我的 那你这朋友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 我不好意思啦 留给你女朋友用吧 我单身 那也不好意思啊 你还是拿着吧 反正 天也冷了 正好可以用得上 那行 谢谢你啊 我就先收着啊 好 那我买菜去了 拜拜 拜拜 箱子 箱子 干嘛 妈跟你说呀 你这整天哪 不能老想着上班 妈这一天一天的 眼瞅着就老了 哎呀 就盼望着你们赶快成个家 妈 这事 不急 你不急我急啊 哎呀 臭个时间 请几天假 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办了 办完婚事呢 我就回老家去 你看妈在上海吧 也没什么事干 这吃的用呀 哎呦 花多少钱呢 妈 这事 还是我跟春妮商量商量再说吧 箱子 妈知道 你在上海那赚了几个钱 但是 咱们 可不能没有良心呢 哎 春妮呢 已经是你的人了 咱们一定要对她负责任 要不然的话 我 妈 等于下次说这个事 我去开门啊 来了来了 来了 哎 香哥 我不请自来啦啊 来 大妈 宋子啊 来来来来 快坐 坐坐坐 快坐 送给你的 啊 给我的啊 啊 都不好意思啊 该不会 又是你那个朋友送的吧 对 朋友送的 你这个朋友太有意思了 谢谢啊 喜欢吗 喜欢 粉红色我最喜欢了 喜欢就好啊 冬子 嗯 大妈想问你一下 嗯 我们家翔子 在上海 是不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了 有啊 胡桃啊 翔哥还为人家吃醋呢 啊 是不是翔哥 翔子 你老实跟妈说 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春妮结婚了 妈 这个事儿还不好说 不是说我跟春妮在商量商量吗 翔子 做人要有良心啊 你到了上海变了心 但是你不能把春妮给扔下不管了呀 春妮已经是你的人了 妈 不行 不能再等了 你们两个 必须马上结婚 这几天就给办了 我要亲眼看着 你把春妮给娶了 妈 这不可能 我不会娶春妮的 翔子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看错你了 不是 翔子 你都跟人那样了 你还不娶她 你得不害人家吗 翔子 你听我解释呀 实际上我跟春妮 什么关系都没有 翔子 这些事都是春妮自己编的 我妈在老家检查出 白血球有些异常 人家医生怕是白血病 让她去大医院检查 老太太花点钱呢 就像要她命似的 死活都不肯 春妮不是想过来上海吗 上海的医疗条件 肯定是要比县城好很多 所以 春妮就编了这个事 把老人家 骗过来了 大妈知道这事吗 她怎么会知道呢 我跟春妮都瞒着她呢 这两天我跟春妮都在想 用什么办法 能把她哄到医院去 你跟春妮真的没什么想法 想什么想 春妮是我的好妹妹 小时候就跟在我屁股后面 到处闯祸 你看 现在大了还是闹洞洞的 其实我觉得春妮还是不错的 强哥 我帮你想个办法吧 对啊 我也在想 到底有什么办法让她去呢 有了 强哥 回去以后你跟大妈说 你要跟春妮结婚 你少处得搜主意 我是说假装 说你要跟春妮结婚 然后呢 你跟大妈说要做个婚前检查 然后呢 再把大妈一起带去医院 一起检 不就完了吗 那她要是心疼钱 不肯去呢 你就说 怕有遗传病 影响后代健康 我相信大妈一定会去的 对 老太太为了抱孙子 她什么都愿意 翔子 吃早饭了 来来来 哎呀 上海的东西可真贵呀 就这一顿早饭 就花了我二十块钱呢 大妈 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嘛 消费当然高了 所以说嘛 你们俩赶快结婚 结完婚我就回乡下去了 小子挣钱也不容易 能省就省着点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姐 姐姐姐 翔子哥 真的 假的 那你跟我说是真的 让我空欢喜一场 当然是假的 我只想带我妈去医院检查 可她死活不肯 所以我们只有假结婚 说要做婚前提检 这样 我妈不就顺便 被哄到医院去了吗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让我白白高兴的一场 对不起啊 我也是没办法 不行 我这就告诉大妈去了 去吧去吧 大妈 大家都把这话说出来 到时候我妈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是罪魁祸首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翔子哥 别跟我说话 那我答应你就是了 但是说清楚啊 只是演戏给我妈看 不能假戏真做 我不去 这大城市的规矩也太多了吧 我们乡下结婚就是很简单的 根本不要检查 而且你说我这个当妈的去检查什么呀 那你想不想我结婚啊 想不当然想咯 想就得去 陈妮 对不对啊 对啊大妈 你就去检查检查吧 那检查身体要不要钱呢 要钱我可不去啊 哎呀 妈 又来了 我们这叫忧生忧郁 这么跟你说吧 就让你抱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孙子 哎呀 行了行了 我结婚的时候啊 从来就没有检查过 你不也好好的健健康康的 而且还这么聪明 再说了 是你们两个人结婚 你们去检查就可以了 我去干什么呀 你小子 现在打得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嘛 肯定是因为胡逃 那哪儿了 他是我的动力 不肉麻啊你 别忘了 你还有老婆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我对他从来就没有变过 其实胡逃一个人带着依依也不容易啊 如果将来你们真的能够走在一起 我怎么会鼓励个有老婆的人去做这种事呢 谢谢徐老师 谢谢你个头 来继续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我叫你一声徐老师 你不用那么激动吧 对不起啊对不起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哇好像有个肿块啊 没有啊 我们得去医院 赶紧去医院吧 不碍事不碍事 再来 不行不行 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 来来来走走走去医院 没事 一会儿啊一定要好好继续 没事 我去给你刮号 我说你呢 你就别进去了 你赶紧回家做你的网上节目去吧 我都到医院了 你还怕我不进去 弄弄我像得了什么大病似的 那好吧 你自己小心点啊 看了医生之后 马上给我打电话 没有我真不该叫你徐老师 我该叫你徐老头 啰嗦死了你 赶紧回去吧 好好 回去回去 好好检查啊 快去吧